那破除误解 我们借着这个机会 想大家浅谈基督教要义与福音的关系 我们从人间的紧固说起 人活着有很多的紧固 有实体性的 有些是虚拟的 那还有是精神的 实体性的大家都非常熟悉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监狱 把人蹲在监狱里面 锁链 脚镣 牢房 会紧固人 那还有些虚拟的 虚拟的 例如微信 媒体 特朗普竞选的时候 包括这个等等 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些微信 最近我也受到这个困扰 微信登不上 无缘无故的说你没有信号 然后你刷油管的时候 这个网速贼拉快 一登这个微信就是转圈转圈 转一上午也登不进去 这种虚拟的实际上也在紧固我们 还有一些是精神层面的 那么实体性的呢 它会限制我们身体的自由 一旦你被限制在那种建筑物里面 特殊的建筑物里面 你的身体是不会有自由的 你不可能随意的走 在规定的范围里面 在规定的时间里面活动 那虚拟的呢 它可能会拦住我们交流的自由 当微信不让你登录的时候 当媒体不让你看见一些事实的时候 你的交流就会丧失真正作为人 和别人交流的自由 之前不是在美国也发生那种求是吗 推特 是吧 Facebook 等等这些事情 当他们一旦邪恶起来的时候 这个虚拟世界一旦邪恶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交流都会受到牵制 那精神层面的 我所要谈到的这个是 当你的精神层面受到紧固的时候 你将丧失全部的自由 为什么 有这样的例子 在一个动物园里面有一只老虎 有一天游客发现这个老虎呢 动物园这么大 老虎呢 却奇怪的是 在这个特定的一个范围里面 行走啊 当老虎在这里走到这面卖 假如说15步 他就自动的返回 往右再卖15步又返回 不断的往返 往返往返 大家就有无数的震惊和疑问 为什么老虎在原地准确的返回呢 后来经过了解 原来老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铁笼 老虎在里面走到这里 创造铁笼的时候 无数次的尝试 他知道我走几步就一定会创造这个 创造这个铁栏 于是他就转回 走到这里面 到几步的时候再转回 所以当他已经肌肉记忆 当他的老虎的意识当中 已经根深蒂固的知道 你无论做任何尝试 你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现实的 所以有一天工作人员把这个撤去的时候 老虎身体是自由了 但是他的意识里面却不自由 他所有迈的步伐都受这个原来的这个铁笼的范围的局限限制 那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里面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在人类社会当中有很多 当我们的意识 当我们的认识 受紧固的时候 没有人限制你的自由 你自己就会局限你 我们常常说那个听到中国移动 你想到多远 你就可以走到多远 是吧 站得高望得远 你想到多远 思想到哪里 你就可以到哪里 这句话不是真理 因为你想到的地方不一定能到 但是你没有想到的可能是出于机缘巧合 注意我说这个话不是一卷里面 否承认基督教相信命运 用这个一般性的语言说 机缘巧合 结果你没有期待的事情发生了 超过你所期待的 一般的情况下会这样 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可否认 当你主观的 主动的去决定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你不可能超越你所认识的 反过来 往往你认知的局限 会限制你的决定和行为 就像这只老虎一样 我们基督徒也有很多 无形的紧固 偏见 我们的误解 无数太多的偏见和误解 限制了我们的思考 限制了我们的行动 限制了我们的判断 几个基督徒常见的偏见 第一个就是知识无用 由于中国教会特殊的处境 当然在基督教历史上 也不乏这种反制主义的思想 但是中国基督徒里面 除了受西方的一些 敬虔主义 一些神秘主义 比如说盖恩夫人 天主教的神学 等等灵派的影响 我们常常说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造就人 生命 不在乎知识 于是我们就觉得 知识是没有用的 但是问题是 这种偏见 这种牢笼 谁能承认 它是正确的呢 请问 当你吃感冒药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吃呢 岂不知 你知道自己身体感冒 而且又知道药物 这种药物可以治我的感冒呢 这种常识或者某种医学 虽然你不是医科大毕业的 医学硕士 感冒药 这个成分里面的这些药剂师 药剂师是负责调制药物的 那些化学也好 中药也好 那你因为某种知识 你才吃药 对不对 每当你拿起玉米啃的时候 每当你刷上地铁卡 出门的时候 每当你发动你的 这个特斯拉电动车 出门的时候 你为什么做那个动作 你为什么做那个决定 岂不都是因为知识吗 离开知识 你是没有办法生活的 包括你的务农 包括你的上班 包括你的子女养育 你说我随着本能 本能里面也是 包含很多的知识 只不过是在我们意识当中 觉得是自然的反应 但是他背后都藏着知识 意识到的 没有意识到的 知识无用 这是最大的一个谎言 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也在用他的理性和知识 去反知识 基督徒不能反制 因为你读的圣经也是知识 因为你所认识上帝 你试图跟别人传说的时候 那也是知识 知识本身不是问题 问题是我们如何善用知识 避免错误荒谬的知识 追求真正的知识 并且善用知识 让知识为真理 为人一处效用 所以不必忌讳 疾病 就害怕看医生 勇敢地拥抱知识 因为真知识 真智慧都在上帝那里 所有的知识和真理 都是出于上帝 没有一个知识 不是来自上帝的 无论是农民 务农的知识 那是上帝普遍恩典当中 教导农民务农的 无论是我们说 这个圣经里面的知识 都是出于事 所有的 包括哲学家里面 谈论的 接近真理的那些知识 虽然他们不认上帝 但是所有真知识的源头 都是出于上帝 不必反对知识 还有个就是神学无用 类似的 神学没有用 那都是理论 都是知识 我们已经说了 人离开知识 是活不了的 即便是喊着 跳得最高 喊得最响的人 他们也是在用知识说话 用知识想事 用知识去信耶稣 他们否认知识的时候 又离不开知识 神学无用 为什么神学无用 一方面我们看到 学了神学的人 好像似乎变得骄傲 另一方面 我们误解圣经当中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叫人 能够造就人 等等 然后受到一些 敬虔的老一辈人的教导 神学没有用 因为这些人 从来没有读过神学 但是请问 谁能离开神学呢 有的人反对使徒信经 为什么要背使徒信经 圣经里面有 这都是无知的讲论 我们先饶恕他们的无知 这种无知背后 我以前的讲论里面 已经谈过 中国教会之所以产生 这种无知的 我们今天看来是 可笑的说法 是因为我们有悲惨的 可怜的 我们特殊的 这个历史和处境 那老一辈人说 我们神学没有用 我们就讲圣经 使徒信经 不是圣经里 记载的 所以我们不背 OK 你不背可以 你不背礼拜的时候 一定要背使徒信经 也不一定非得 背主导文 但是你不能否认 使徒信经里面 所告白的那个内容 是圣经所教导的真理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你不信吗 所以弟兄姊妹 什么意思 除非你天天站在讲台上 只朗读圣经 而且你还要朗读 那个原文圣经 因为合合本也好 翻译本也好 里面也包含着 译者的权衡 选择了中国人 适合中国人处境的 那种单词 或者语言表达形式 来阐述圣经里面的意思 信打雅 即便是再信再打再雅 他仍然是翻译本 所以弟兄姊妹 什么意思呢 除非你去读原文圣经 问题是原稿不在了 我们用的是抄本 抄本之间又有一些微妙的差异 那么你要读什么呢 读何何本圣经 你也不能讲到 你解释都是人的意思 一解释都是人的话 人的知识 人的理论 因为那个都不是圣经里记载的 所以这种认为知识无用 神学无用的人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神学没有用 那你天天朗读圣经吗 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你都背经节吗 然后你祷告的时候 也都是背经文吗 牧师讲道的时候 传道人讲道的时候 也都是直接宣读圣经吗 不做任何解释 一旦解释 他就加上自己的神学 弟兄姊妹 神学本身没有问题 我们也不必忌讳神学 重要的是我们的神学 是不是忠于圣经 当我们没有进入神学院的人 他仍然使用神学 因为你一旦去解释 小组分享的时候 你一旦向别人传福音 去讲述你经历的时候 都是神学 当你读了圣经 你在阐述你对圣经的理解 虽然你以为那是圣灵告诉你的 圣经的意思和启示 但是那不是末世 使徒先知们 他们记录圣经的时候 有末世的这个特殊的恩典 确保神的话准确无误记录在圣经 但是当你去解释理解圣经的时候 他就不是绝对无误的 会有偏差 所以当你去阐述 你所信的耶稣的时候 除非你是句句的经文串著 一句经文 不加任何自己的解释 我说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即便没有你的解释 圣经翻译者 当时翻译的时候 为什么选择上帝 为什么选择当时中国文化里面 已经受到佛教影响的一些概念 什么天堂地狱等等 已经避免不了解释 当你去阐述信仰 向人解释的时候 都是谈论你的神学 所以弟兄姊妹不必忌讳 神学无用 也是一个最大的异端 自己主张神学无用 然后这个主张本身也是你的神学主张 还有很多 还有一种最近比较出现的 就是只学要义不传福音呢 请注意 他已经把学习要义和福音对立起来 学习要义 传和学士 这样的比较 要义和福音 那么要义就不等于福音了 学习要义耽误传福音了 耽误我们对福音理解了吗 我们思想一下何为教会 圣经里面谈到了很多教会的描述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蒙昭的群体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教会是圣灵的殿 教会是 教会是 很多啊 何为教会呢 我们常常在历史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真教会的标志 宗教改革之后 当然 宗教改革之前 教父们也谈过这个真教会 奥古斯丁等等 真教会的标志 判明真假教会 一个重要的标志 其中一个就是 圣道正确的被宣讲 我们中国基督徒一般知道这个 学了改革宗神学的 一般知道这个 但是这个不完全 光正确宣讲真道 就产生教会吗 No 不是的 为什么 光宣讲真道的话 没有人接受 也不会产生教会 所以第一条 真教会的标志第一点 就是圣道不但被正确的宣讲 还有人接受的时候 福音不但被宣讲 还有人信福音的时候 这才产生教会 所以真教会的标志核心呢 是真道被宣讲并接受 也就是说 教会真正的关键在于 圣道的承传者 有人传了 我来接受 这就是教会嘛 那何谓教会的本质使命呢 教会有很多的使命 教会是光是眼 到底教会的本质什么 教会还行善 照顾寡妇 照顾贫穷人 社会性的服务都很多 但是教会根本的 最本质性的使命是什么呢 就是承受 神的道和传讲神的道 当然礼拜包含在里面 承受并且传讲 承受是我们领受 从前一次交付圣头的真道 上帝借着他所拣选的先知 使徒 上帝将真道赐给他们 让他们记录下来 流传给后代的圣徒来领受 所以真道领受了真道 然后保存并传扬真道 这就是教会本质性的使命 除此之外 其他的使命 都是周边性的 非本质的 非核心的 领受神的道 我们在听道 并且传扬神的道 这其实包含在 礼拜也包含在这个因素里面 当我们安门接受神的话的时候 按照神的话去生活 这就是礼拜嘛 有的形式是赞美 有的形式是祷告 有的形式是 在生活当中遵信神的话 所以承传 神的道是教会 本质性的使 领受 并且宣扬 那关于这个本质性的使命 传神的道 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 传道有两个维度 或者说两种对象 第一种是教外的人 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知道的 向外邦人 上帝托付给 以色列人的使命 就是向列邦 列祖传福音 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给使徒们的使命 给教会的使命 就是王普天下传福音 给万民挺 向教位传 向非信徒传道 这是教外的 我们称之为传福音 我们一般意识当中 意识当中认为的传福音 是向非基督徒传福音 但是并非如此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 传福音的方式 就是向教内的人传福音 我们以为 来教会了 万事大吉了 感谢主 神的家欢迎你 我们都是主内肢体了 弟兄姐妹了 他已经得救了 我们以为假设 他就不需要再听福音了 所以我们把经历 就是向外传福音 传福音传福音 往普天下传福音 却忽视了向教位传福音 但是我们发现 宗教改革家们 并非如此 他们特别在乎 注重向教内传福音 为什么 我们来思想一下 基督教要义的目的 大家学了第一卷 第一卷 头几课应该学了 是不是 那基督教义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赶紧翻翻 你那个笔记 翻头脑当中的记忆 还没有淡忘是吧 是教导那些可目进前的人 基督教核心的真理 大家思想一下 当时的处境 这个十七世纪 十六世纪 十七世纪 基督教要义最早是1536年 最晚是1559年 那这是十六世纪的作品 当时宗教改革开始是 路德开始是代表性1517年 对不对 当然其他地区宗教改革也 在十六世纪嘛 当时这些在一统天下的 罗马天主教的 这个特别是中世纪后期 特别黑暗 没有真理 我们说这个特别黑暗 那当宗教改革家们 他们主张福音的时候 指出天主教里面 什么赎罪件 什么买 甚至买卖嘛 道德沦丧啊等等 路德贴那个75条论纲的时候 结果后来被天主教 给踢出教会了 开出教级了 咒诅他 闯入教会的野猪 路德没有想 想建立教派的意思 结果呢 被踢出来了 当然在路德改教的时候 在瑞士 有一个叫苏利市的 这个城市里面 其实此运离 已经在改革了 只不过是被我们忽视了 路德同一个时期 他已经开始 福音性讲道了 那么后来呢 加尔文 虽然是第二代宗教改革家 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路德 建立了路德宗 或者是 区分了罗马天主教和新教 我们按照现在这个 中国官方叫做新教 或者是基督教 让天主教和基督教区分开了 我们说是复原教 归正教 为什么 我们回归到基督 还有这个使徒 使徒的教导里面 使徒的这样的传统里面 重新回归到正统信仰里面 天主教是走着走着 偏了嘛 对不对 偏到这了 路德或者宗教改革发生了 我们要重新回到这个路线上 延续这个基督和使徒的教导 那在这种处境下 我们想 刚从罗马天主教里面 特别是罗马天主教后期 晚期的罗马天主教 堕落的黑暗的神父们 以前神父是要受九年七年的神学教育的 四年的知识教育 什么包括拉丁文 包括一些古典阅读 包括一些哲学知识等等 圣经的知识 历史的知识 还有一些实践的操守 他们现在很多的神父都那样 比基督教的神学院更厉害 操练这种默想 阅读 独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比起这些神父 我们新教的牧师们 忙得这个精疲力尽 脸都灰强强的 很疲惫 反而这些神父们精神饱满 为什么 他们比起忙碌的事工 他们更多的是默想 祷告 阅读 所以他们心灵里面很充足 很饱满 你见到他们很安详 很有安慰 很有这种属灵的这种影响力 我不是赞从他们一些全部教义 但是他们有些长处 我们这种以事工类型的基督教牧者们 结果反而比他们差 那什么意思呢 当时的后期的罗马天主教 是神父是无知的 买卖圣旨 不合格的一些人 无知的人 结果花钱就可以买圣旨 然后买了圣旨 就开始各种敛财 所以教会特别腐败 信徒更加无知 礼拜的时候都用拉丁文 拉丁文是学术语言 一般老百姓根本不懂 那些专业的神父们才懂 后来这些不学无术的神父们 可能也不懂了 就礼拜的时候根本不用 就都讲方言 听不懂 所以实际上会友都是无知的 那么从这样的改正了 进入到新教阵营了 托里罗马天阵营就自动变得属灵了 自动就精神抖操 不是的 面临着一些荒芜的 无知的 会众 如何去教导他们 基督信仰的真理 这是当务之急 分是分出来了 归正了 但是内容 形式 礼拜 各个方面有待与 百费 代行 所以我们看到 加尔文写基督教要义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 教导这个敬钱的 核心的真理 关乎敬钱的核心的真理 那么什么是敬钱呢 敬钱在加尔文的这个用语里面 其实就是指基督教信仰 常常听到敬钱之人 敬钱之人 我们中国基督徒一听 哇 这个人肯定很属灵 其实不是啊 就是指基督徒的意思 敬钱之人 就是那些敬钱的人应该如何如何 就是基督徒应该如何如何 所以就是指基督教信仰 那基督教要义的内容 我们来回顾一下 既然他总意上是阐述敬钱的教理 也就是说基督信仰的教理 换句话说 实际上就是福音 大家可能觉得 你是不是疯了 唯独基督教要义 不是 我也不是唯独基督教要义 也不是唯独加尔文 我跟你讲事实 基督教要义第一卷 我们可以打开看目录 大标题就是 认识造物主上帝 创造 这个答错了 创造主也对 造物主 认识造物主上帝 创造主上帝 我们讲到了里面说 认识 认识神 认识人 认识论 然后又谈到了人 堕落之后 人的败坏 人的理性的有限 上帝虽然在普遍恩典里面 一般启示里面 借着所造之物启示 显明了他的存在 但是人却因着败坏 堕落的缘故 人没有办法根据这个 一般启示获得对神准确的知识 甚至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因此需要特殊启示 因此需要圣经 还需要圣灵的光照 然后谈到了上帝的护理等等 然后也谈到了三一上帝 三位一体论 对不对 紧接着呢 第二章就开始谈到了 那么既然普遍一般启示 因着人的败坏这样的不足 而且人堕落之后 人的软弱 人虽然用理性 但是虽然存留了很多的功能 但是人这种败坏 无法使我们主动的寻找神 所以这已经埋下了伏笔 靠我们自己是不可以得救的 所以一般启示既然有限 有限是因为我们败坏的缘故 我们刻意的去抹杀良心 刻意的去背逆这个声音 刻意去拒绝 所以逃下偶像 因此呢 我们看到在我们自身之外 需要救主啊 这中宝的必要性 这是第二件我们开始讲的 然后就讲到了中宝的必要性 讲到了人的悲惨 为了讲人的悲惨 他就讲到了这个旧约的十戒等等 十戒的精神律法的精英 在律法面前显出了我们是何等的罪人 把人降伏在 屈服在上帝的咒诅和定罪之下 让人对自己不再自信 产生绝望 以至于让我们能够谦卑地去 寻求神的帮助 所以后面就提到了这个中宝 中宝基督 然后谈到了基督的位格 他的神性 他的人性 两性 在一个位格内的联合 然后谈到了他的顺从 他的降碑 他的十字架 他的埋葬 我们就谈到了这个主导文的内容 主导文里面什么 同志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都比拉都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埋葬 下到异间等等 这样的解释之后 谈到了救赎主上帝基督 所以这里面谈到了基督论 这里面谈到了三一论 这也谈到了创造 也谈到了护理 然后也谈到了人论 这里面也谈到了人论 第二件 然后人论又谈到了律法 新旧约的一致和差异 然后又谈到了基督的位格 基督的工作等等 那实际上这就是第二卷 就是基督论和救赎论 第三卷呢 第三卷就谈到了认识救恩 如何获得基督为我们赚得的恩典和好处呢 谈到了圣灵 圣灵借着信使我们在基督里面 与基督联合 基督所上帝在基督里所隐藏的一切的好处 基督为我们所赚得的一切的益处 接着与基督联合 有份 我们得以享受 有份啊 所以里面我们谈到了这个称义的问题 信心的问题 悔改的问题 圣灵 信心 为什么谈信心呢 接着信基督 圣灵使我们与他联合 与基督联合 基督的好处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又谈到悔改 那个持续的更新 然后又谈到称义 说到这种悔改 乃是称义的结果 称义是这种悔改的善行 性质 为什么 这些善行本身不能使我们称义 所以完全是基于恩典 又谈到了基督徒的自由 良心的自由等等四种自由 然后后来又谈到祷告 蒙恩的这个手段吗 等等 然后又谈到什么御旨啊 谈到这个复活的问题 第四卷呢 第四卷是什么呢 复三一论 基督救恩论 这个是救赎论 基督和救赎论 然后这个就是救恩论 然后这个呢 教会论啊 得救的人 以后的生活怎么样 什么是教会 教会的职份 教会的圣礼 教会与政府 世俗政府的关系等等 教会的职份 所以丢姊妹 基督教要议到底在讲什么 讲基督信仰的内容 讲什么呢 就是讲福音啊 创造 堕落 救赎 如何蒙恩 蒙恩后的生活 福音和与福音相称的生活 假如说没有基督教要议 我们只是热心的传 肤浅的福音吗 我们熟悉的属灵思虑 请不要误解 我不是拒绝使用属灵思虑 但是属灵思虑 这种被浓缩的 甚至删减的福音 你可以维持 所有基督教信仰生活吗 不足够的 里面说 上帝对你有个美好的计划 问题你是有罪的 与上帝隔绝 没有办法享受这个计划 那怎么办 耶稣基督释价 问题是你要不要信和悔改 然后就是什么 被信心引导的生活 随着感觉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怎么办 虽然简略的把福音大概的要素讲了 但是福音只是停留在 有很多人 我发现中国基督教教会里面 韩国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 很骄傲 学了属灵思虑 好像学了全世界的真理一样 其实这是何等的肤浅 甚至是不完全的 再也就是福音桥 中国可能叫福音桥 在韩国 因为是受美国影响的 在韩国叫做这个福音爆炸训练 今天如果你离开世上 你确信你能上天堂吗 答案有两种 不 是 然后不的话就给他传福音 好不好我告诉你怎么样 然后第二 是的话 你凭什么上帝让你进他的神的国呢 一问他不知道 知道 那知道他答 然后根据他的答在解释 不知道 然后我再告诉你这个福音 那讲来讲去 他比思虑可能更丰盛 更全面一点 但是仍然是传道法嘛 他有他的局限性嘛 我们也不要过多的批评他 但是你不要以此为基督教的全部啊 还有很多 我们热心传 但是传的是 我们认为 这种就是全部福音啊 肤浅的理解福音 肤浅的传福音 甚至我们认为 信耶稣就是为了灵魂上天的 好像领悟了基督教全部的真理一样 其实不然啊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基督教要义所介绍的就是 加尔文默师说 我只是给你们一个浓缩的 基督教核心的信仰 最基本的 最重要的 我不喜欢啰嗦 讲太多 因为历史上也有很多人 写了很多啰嗦的 很繁琐的 很详细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对你们没有益处 所以我打算 既符合我个人的个性 我也觉得这是有意的 简明 扼要的 把基督教核心的信仰写给你们 一写四大本 四卷 大家都脑袋嗡嗡的 看个二百页的书 现在人就愁得不得了 一看 四大卷 直接就下退了 这就是 加尔文牧师 简略简略简略 来告诉我们 信仰最起码应该知道的事情 结果还是写了四大本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这也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 第一卷 认识创造主上帝 创造 堕落 三一上帝 等等 护理 第二卷 救赎人的堕落 然后中保的必要 新旧约的这个关系 和律法 然后让我们认识到悲惨 然后救主的必要性 然后基督的位格 属性 以及他的工作 然后第三卷 如何领受在基督里 信心 圣灵 与基督联合 然后悔改 然后称义 然后基督出的自由 然后祷告 然后又谈到 祷告之后又谈到 这个拣选的问题 又谈到复活的问题 然后最后 就是获得这样的福音 获得这样的福音 这样的过程 得救了生活 那么我们如何在地上生活呢 在教会里面 什么是教会 在教会里面怎么样 去礼拜 去生活 与世俗政府的关系 等等 与圣之关系 等等 圣礼等等 所以这就是福音嘛 整全的基督教信仰 不是肤浅的 几个口诀而已 福音的恩典 三一上帝的计划 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 然后在圣灵里面 我们相信悔改 称义 基督徒的新生活 基督徒的自由 然后祷告 然后谈到我们 知遂蒙恩的基础 是蒙拣选 然后将来复活 这是福音 我们灵受了这样的恩典 那么如何过一个与恩典相称的生活呢 从三卷到四卷 就谈到了 所以弟兄姊妹 基督教的内容就是 告诉我们福音的恩典 基督教要义的内容 和福音相称的生活 这是罗马书的架构 罗马 罗马 罗马书的架构 我们回去看一下 罗马书第一章里面 是吧 就谈到了神的创造 神的护理 人的堕落 人的抗拒 悖逆 人的无助 本性的败坏 造偶像 然后救赎主呢 当然这个也包括 这个到一到三哈 犹太人外邦人都在神的愤怒下 等等 四章开始等等 到七章吧 亚伯拉罕的信称义啊 称义的益处啊 然后如何与基督联合啊 这个受死埋葬 受洗归入基督啊 七章挣扎呀 等等 然后第三章呢 就是在基督里八章开始 八章实际上到这个十六章啊 虽然是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是福音教理 但是严格来说 从八章开始 我们领受了圣灵 圣灵是我们同正 良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靠着圣灵得以新生活 顺从圣灵不体贴肉体 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然后九章到十一章就讲到那个拣选 以色列犹太人的救恩 虽然谈以色列人犹太人的救恩 实际也谈到外邦人救恩啊 神的主权 神的恩典 然后十二章开始 到十六章就具体谈到我们的礼拜 蒙恩的恩典 既然得了这样的恩典 我们就当将自己的身体献上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应该的 理所当然的 蒙了救恩的人 就应该有这样的生活 福音 生活 新生命新生活 新生命新生活 福音的恩典 与福音相称 恩典相称的生活 这就是罗马书的结构 也是使徒信经的结构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恩典 和与恩典相称的生活 保罗的教导里面 始终无论是以夫所书四章 这是我引用了十一节到十六节 四章 一节到三节 我被求的保罗 以神的恩劝你们 行事为人 与蒙昭的恩相称 这不就跟罗马书十二章 一到三节的内容一样吗 前面讲到恩典 现在四章开始说 与这个恩典相称的生活 这是圣经一贯的原理 所以基督教要意在讲什么 这不就讲这些吗 福音难道只是讲 耶稣基督定着十字架 死而复活了 信耶稣就醉着 顺便上天堂 然后傻傻的站在那里 一直等着上天堂 不知道在地上怎么活了 整全的福音 大家一定要学习整全的福音 基督教不只是天天巴望着 灵活上天堂一帮自私的人 借着耶稣只想逃避地狱审判的人 基督教的福音是宇宙性的救恩 是全人格的救恩 那个因着亚当一人的堕落 带来的违背神计划的这种反叛 这种错误的爱 错误的生活秩序 错误的生活方式 错误的思想 要借着涉罪和好 和好涉罪是最基本的 和好之后不止要回家 回家之后还要承受产业 还要像儿子一样活着 恢复那个原初亚当没有成就的 那个按照神创造的目的 去生活的那种生活 全心全意地爱上帝 全心全意地去忠心地在地上 修理治理看守 做王的那样的生活 一种成熟的整全的基督教世界观 全领域的生活的更新 所以我引用了这个以福所述四章 十一节到十六节 上帝在教会当中设立的 有使徒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有教师 发现什么特点了吧 都是话语的职份 使徒的重点不是行神迹 先知也不是 因为有很多先知 根本不行神迹 传福音 传的传是动作 福音是内容 重要的是福音 教师牧师 教师倾向于神学院老师 牧师是在教会里面牧羊羊羊的 都是为了宣扬 解释 全面深入的去教导福音 教导基督教信仰是什么 教导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怎么样 所以这些职份都是话语性的 福音性的职份 为要目的是什么 成全圣徒 各自按照自己的职份建立身体 只等到达到一种果效和程度 是众人都在 你看 真道上 同归于一 在真理的认识上达成一 认识是基本的 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在真理上 以认识基督长大成熟 上帝要期待的是 亚当堕落的带来的那个抛物线 一直堕落 堕落到最深层 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 悔改和相信重生 然后不断的更新 要恢复 甚至比亚当更高的那个状态 就是新天新地里面 随着基督的复活 带给我们那个完全的旧温 那个状态 再也没有软弱和堕落 那个真正承受产业的 儿子名分的那个时期 长大成人的那个 成熟的教会 丰满生命的教会 真理上合一的教会 这是神的目的 不只是可怜巴巴的 赤身露体的 苟且的 爬入天堂 得个灵魂得救救 满足的不得了的 这样的肤浅的基督教 然后一到市场上 张嘴就胡周巴脸 一看世界都是什么命运 一讲话都是违背常识的 一谈话都是无知 散发着无知的臭气 这种基督徒是没有办法 荣耀上帝的 真正的基督徒是拥有 充足的智慧 即便他没有学历 但是他有充足的智慧 丰盛的生命 他走到哪里 他都可以把基督教 整全的世界观 价值观去实践 生活出来 他们活在世上 就是光 就是烟 让那些在黑暗当中 去离婚 去在黑暗当中吸毒 去嫖娼 去贪污 去自私 这样的人 看见基督徒的时候 就感到羞愧 为什么 基督徒就是世界的光 那种整全的 前方位的生活 基督徒因着信耶稣基督 摆脱了那种反制 摆脱了那种 活在地球上 却脑袋是火星人的脑袋 不走寻常路 不说地球人的话 不落地球人的磕 不走地球人的 做地球人的事 非神又是不是人 既没称先也没称人 这种奇怪的基督徒 根本不是基督教里面 要逃造出来的 基督徒啊 恢复 一致 整全的 在知识上 渐渐更新 像造他主的形象 在任何岗位上 他们才能可能不卓越 但是他充分地 按照神给他的智慧 在他的岗位上 忠心地去忠于上帝 爱神爱人 容神义人 所以福音要带来的 不只是把我们移民到 润到天国 福音是要把我们 讨造成为真正成熟的 基督徒的样式 不再做小孩子 那种幼稚的 被异教诡计欺骗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来摇去 随着各样的异端 而且真的成熟到一定程度 凭着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 连于援手基督 全身靠他联络的 和各样其知 照着基督身体彼此功用 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种理想的 长成的样式 是救恩三一上帝 要在教会当中 要做的工作 向外呼召人 进入教会 与基督联合 成为基督身体 向内持续地去宣讲福音 所以福音 不是属灵思虑而已 福音也不只是 我们总结的几个口诀和福音桥而已 福音是在 讲到每一处经文的时候 都能把上帝整全的计划 多方位的 各样的智慧 知识 丰丰富地将基督的道理教导给别人 福音不是每一次讲到 你必须喊耶稣的名字 违和的根本没有直接跟耶稣的名字 硬扯到耶稣的名字身上 不必要那么那样的形式的 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 但是你讲到哪里 都是在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 是福音一部分 一定要导到 一定会涉及到 这个过程 救赎史的过程 启示的渐进性 在基督里面最终的成绝 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听听我的罗马书 某牧师不管是讲基督教要义 讲的精彩 罗马书 虽然也有很多精彩的讲道 罗马书听听 然后还有诗篇 如何解释旧约圣经 在旧约的背景下 和启示的这个整个旧书之约 或启示的进程里面 从旧约的预表 应验预言 象征到新约的成就里面 如何带到我们切身的实践和应用 这个是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搞懂 然后能够清澈熟路去讲出来的 这是对整个上帝福音 和多方位的救赎的作为了解 照着那个经文 在那个历史阶段 应该有的意义去解释 同时又通过整个神启示的 这个救赎计划里面去理解 他的发展和成全 这样才成为我们的益处 不然的话我们就直接发亮光 把旧约的东西 大卫的事情直接搬到我身上 越过基督 离开基督 我们怎么能效法大卫呢 不可能的对不对 那就变成那种道德主义 变成柏拉旧主义了 所以一定 你讲旧约也会谈到福音 这不是牵强 而是他内在一定有关联 所以我们不一定每一次都谈到 耶稣十字架 悔改吧 但是每一个部分谈的时候 这个真理一定是在整个福音的里面 从上帝启示的这个整个真理的里面 它是藕断丝连的 内在关联的 你不可能割裂的 所以这就是福音性的讲道 不必要这种机械式的 每一次张嘴闭嘴谈耶稣 但是你讲的这个真理 都是内在的跟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有关的 凡不经过耶稣基督的 我们是得不着的 所以弟兄姊妹 回到之前的问题 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 紧固我们的枷锁 比起捆住我们的身体 更可怕的是 无形的紧固 微信不玩也就不玩了 顶多是社会性的死亡 因为更多人都在这个牢笼里面 你被踢出来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了 因为中国人除了微信 也会不会就不会玩了 已经做奴隶做的太久了 已经适应了在那种笼子里 离开笼子 他们就不会玩了 翻墙是什么东西 懒得学 只要给我端上了菜 端上汤水 我就安逸在这里生活了 根本不愿意尝试任何挑战 任何艰难都不愿意去尝试 这就是中国基督徒的现状 越牧养他们 越接触他们 越发现他们里面根深蒂固的那种奴隶奴性 我这样讲不是恨中国人 我是叹息这种基督徒 怎么能够能够活出那种上帝所喜悦的生活 懒不愿动脑不愿努力 这种东西都不愿学 你指望他生活品质能高吗 一定不会高 不相信你去研究研究 连连新的方式都不肯尝试 已经危难临头了 连学新的生存技巧都不愿学 你指望他的生活品质会很高 不可能的 这种懒惰型的思维方式 安于现状的生活方式 应急的能力已经决定了 他不可能优秀 绝对不可能 然后被紧固在这里面 当你被踢出去的时候 你只能是跟社会性的死亡 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努力学习 不管是学习真理本身 生活技巧要学 在这种严控死防的基础上 如何学会呼吸自由空气 打破紧固 这种外在的虚拟的紧固 尚且影响我们很多的交流和自由 更何况我们思想的紧固 偏见和误解 我真心地盼望 基督教要义的学习 能够给带来 曾经在知识上 在教理教义上 在神学的装备和素养上 因着特殊的历史时期 包括曾经的 接受的一些片面的神学的 读素的影响 造成我们拒绝属灵的资产的 这样的教会 传统教会 能够拥抱基督教要义 基督教要义不是读属改革宗的 是属于我们更多的 福音派信仰的 应该拿过来享受才是 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因为他所告白的里面 除了少数具有所谓的改革宗和长老会 特性的主张之外 其实我们发现连这些特性也是教父们讲的 圣经教导的 教父们教导的 那些重要的信经所告白的 这都是我们的遗产 这不是属于特殊群体的 第二 所以我盼望传统教会拥抱教义 这种教义不是毒害我们的 而是真正让教会成熟老练 建造起来的 对我们有益的 第二 我盼望是学了一点改革宗的 在国内没有在海外成熟的神讯院 成熟的老师指导下 经过一定的严格的课程 全面的装备的这样的改革宗门徒们 学生们 搬着石头过河当中 难免会出现偏差 狭隘 激进 无知 狂妄 或者说偏激甚至是错误的 透过基督教要义 原汁原味的改革宗 神学是什么 加尔文就是成全起后的这样的一个 在基督教整体信仰 虽然同时代还有一些 其他的 以前也有很多经典的作品 但是更多人接触的 其实知道的就是基督教要义 对不对 透过他把圣经 使徒教会历史正统的信仰 集大成整理出来 让我们简单容易的去读的 去拿来吃的 这样的作品 让我们可以少走弯路 躲过一些坑 直接奔原著 直接奔经典 学习改革宗 却不肯跟加尔文学 他的神学来学 那我们说我们是什么改革宗啊 有人喜欢路德 路德总是去学就好了 是不是 路德总特别是路德之后 有一些他的后代里面 有些 有些接近加尔文主义的 但是有些是 更偏向错误的 虽然在美国 欧洲 行起了路德风 有一些华人学者 跟什么霍顿的学生 霍顿本身就是比较模糊 暧昧的 更喜欢路德 然后他的学生 培养出些华人 然后兴起了一些 所谓的这样的文章 结果国内也傻呵呵的 盲目的跟着学 也不知道你是改革宗啊 还是路德总 然后 虽然加尔文也很尊重路德 但是他有很多地方 超越路德的 比他更精细 更全面 更深入 更彻底的改革 这些我不需要赘述 所以抛弃加尔文 这样相对成熟 完全的 虽然他不完美 这样的作品 去 进入到神学的海洋里面 去 重新开辟一条探索之路 这是非常愚昧的 先从加尔文入门 然后有了一定基础 再深入研究 好不好 所以这就是我 之所以选择加尔文 基督教要义的原因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 综合圣经 教理 护教 敬前 又经典 又全面的 又具有很强的 属灵感召力的 这样的书籍 学信条 信经 有一些枯燥 有一些 晦涩的东西 所以 要义很丰富 所以盼望大家 能够充分地拥有 无论是传统教会 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正在跌跌撞撞 向着成熟的阶段 去发展的 这改革宗教会 我们一起回到 基督教要义里面 透过他深邃地 阐述着福音的真理 让我们更正我们 错误的思想 重新建立 对圣经正确的理解 建立我们的信仰体系 当我们的心意 渐渐被更新 这个小孩子 在真道上 逐渐与大公教会信仰 达成一致的时候 在心智上成熟 我们也能够行事为人 与我们所领受的 福音的恩典 这个福音的恩典 随着学习 越学越发现 福音的深邃 基督的美 他的救赎的伟大 三一上帝的救赎的伟大 等等 越被他深深感动 感化的时候 我们愿意去敬拜他 愿意照着他 福音真理去生活 这不就是扎根在福音 基础之上 活出一种 合乎福音的生活的样式吗 这样的教会 不是就是 趋向成熟的教会吗 这样的教会 在世界上 才能够起到光和炎的作用 才能去容身一人吗 所以弟兄姐妹 大家有幸 在神的护理当中 来基础至经典之作 我们不是加尔文的偶像 粉 甜脑残粉 但我们也不是唯独 基督教要义 但是 基督教要义是经过四五百年验证的 基督教经典之作 我们是用这本书来学习真理 盼望上帝的恩典 坚固众位 我真心期待 大家一个也不掉队 顺利地完成 第一卷 简单的二十五周的朝圣之旅 让我们灵魂当中 深深被这个深邃的福音真理所感召 带着一种谦卑的心 进入第二卷 第二卷才是 基督是谁 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 这样福音的开始 第一卷只是预备 所以真心地祝愿大家 一定要坚韧 求主给我们恩典 再有一点 学习当中不要急于求成 不要太功利 享受学习本身 在字里行间 追随作者的这个画法 语言的法则 在里面寻找真理的答案 同时当你发现真理的 内容的时候 内心也深深地被他感动 或者深思 或者闭目悔改 或者 仰天 称颂他 这个过程 享受在过程 有这样学习的这种享受的过程 不但被恩典和真理本身所感动的人 他们就有坚韧的力量 他们越学越开心 越得到医治和调整和释放 学习的过程 在心智上 这种理解和阅读能力 总结和整理能力 表达和阐述能力 这样的人是综合性的成长 同时他们深深地感受到 这个教义的 要义的宝贵 所以他们也愿意 就像与别人同龄 福音的好处一样 将基督教要义的课程 去推广给别人 不只是因为 我们的培训 硬性的规定 而是 与感恩的生活一致 盼望中国教会 更多的人 能够透过这个 要义的学习 得到更新和建立 在各自的教会里面 做一个真正谋生喜悦的 主的儿女 做一个对教会 有益的圣徒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简短地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爱我们的爱 何等的长阔高深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学习基督教要义 虽然现在我们可能 还没有深入的体会 但是主要帮助我们 克服重生的困难 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真正破除我们 一切虚妄的欲望 自我否认 谦卑地在圣人的引导下 在这本书的 每一篇 每一页的论述的引导下 逐渐到进入到 真理的深处 更新我们的心意 并且深深地被真理感动 带领我们 让我们认识神 也认识自己 也认识你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让我们真正成为 一个敬拜者 侍奉者 愿主恩待我们 保守我们 与我们同在 奉靠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